不放过每一个小思考 让我们语问好 狭路相逢 今天的意想能量卡牌 你准备好了吗 你好 我是易阳千玺 哈利波特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 你是否曾幻想过 如果是自己收到电影里 霍格沃斯魔法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你要准备什么吗 假如现在梦想成真了 你收到了霍格沃斯魔法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作为入学礼物 在这分享一些快速进入魔法世界的小tips 第一点 来学校必须带一只宠物 学校更新了宠物管理条例 允许带任何宠物来 它可以当你的小助手 只要不造成学校秩序混乱 你带任何宠物都行 第二点 别忘了带点好吃的 因为去学校交换好吃的 这大概是世界通行法则 你可以考虑带点火锅底料 尤其是往火锅底料里加草药客上的豆家 那味道简直绝了 吃起来又浓又香 这个秘诀能帮你迅速在新生群体里奠定美食霸主的地位 不管是在哪儿 只要支起了一个火锅 你就能拥有一帮等着吃的朋友 第三点 做好抢课计划 相信你应该早有体会 抢课是一个拼速度的战场 所以要提前做好计划 选修课里 占卜课应该挺好玩的 因为它和你平时看星座运势一样 学会了之后 没事就可以给自己测每天的运气 必修课里磨药学的学分应该挺好拿的 因为配药水和做菜一样 我们在菜谱里总能看到 加入少许盐 倒入适量水这样的话 所以对用量是有所了解的 而磨药课的课本上经常出现 三只大小适中的毛毛虫 一把曼德拉草这样的描述 所以按这个推理 你一定能最准确地调出药水 上课的时候 你会和同桌组成一组 互相喝对方的药水 来检验魔法的效果 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 你俩之间的信任了 我建议你提前找个靠谱的同桌 因为几乎每一个初级魔法师 都有着莫名的自信 特别喜欢说 这个药水一定能成功 但谁都不知道吃下去 会有什么反应 第四点 送给你一些好玩的魔法宝贝 如果你想去白恶记看看恐龙 或者看一下20年之后的自己 在做什么 那你肯定需要一个时间转换器 是一个戴在脖子上的小沙漏 只要把沙漏赚到对应的时间 就可以实现 但是一次旅行时间是24小时 你得在时间结束之前 回来我们这个时空 最后一点 魔法世界里的保命法则 好奇心别太泛滥 魔法学校看起来不大 但是有好多的密室 隐藏的门 可以说每个缝隙里 都隐藏着秘密 加上学校里 还有很多永久居民 比如突然出现在餐桌上的幽灵 墙上会说话的肖像画 还有被施了魔法的楼梯 他们都超级爱恶作剧 想象一下 在特别高的城堡里 你走在楼梯上 墙上的肖像画 突然和你说校长的八卦 当你正听得入迷 楼梯的尾部在空中偷偷移动 夹接到另一个走廊上 等你走到走廊上的时候 楼梯赶紧移走 你也没法倒回去 就只能找另一个出口 在那之后 遇见学校的什么守护神 也就说不定了 这些就是魔法师 入门最基础的tips了 如果还有什么想知道的 都可以写信 让猫头鹰送给魔法部 很期待收到你的来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